欢迎收听飞碟 吴子棋 我是黄子焦 这里是飞碟联播网 台湾有很多的前辈一直都在浪头上 而且不断努力 像吴白老师做了一个音乐剧 然后呢 好像是凤小月来单纲吧 我就觉得说 哇塞 太帅了吧 这一切 都可以 怎样都可以 将我和你的通通还给我 那心间还有所有爱恋 倾倒在我们间的缺口 清晨醒来的时候 收起泪杆枕头 那个本来不坚强的我 决定不再哭泣 我爱了你 我都愿意 因为我就是你的 这段感情太深刻 我爱了你 不能继续 我要打败所有的爱仇 我要打败所有的爱仇 停止在那最美时刻 我也要打败所有的爱仇 这一点我想现在我统统能承受 掩饰你所有爱的志愿 不能改变任何的结果 但要再见的时候 这些前辈都不断不断的在进化 也是蛮令人感动的了 那个本来不勇敢的我 决定不再哭泣 我爱了你 我多愿意 因为我就是彼得 这段感情太深刻 我爱了你 不能继续 我要打败所有的爱宠 停止在那最美时刻 我爱了你 一言为你 我要打败所有的爱宠 停止在那最美时刻 带我来宠 或者是一些前輩不斷的在人生當中 有一些新的挑戰跟啟發 像是58歲才當爸爸的羅大佑大哥 這幾年持續的在做演唱會 在做很多很多的新鮮事 包括了翻唱專輯黑膠等等的 沒有停下來過 那在他的作品裡面也有很多的巧思 比如說羅大佑Live實況精華的CD 其實就有一個隱藏鬼 在搖籃曲這首歌之後 安靜了幾十秒 突然間就出現了這一段 耶穌的另一個名字 其實在這張CD裡面 有另外一個版本 我們都有他的生靈 還有魔鬼的本性 沙灘有另一個名字 叫做你也叫做我 我們都在白天犯罪 就像夜晚的慘悔 就像夜晚的慘悔 阿妹 如是我才真的明白 星期天的教堂為誰開 上帝主的天堂門外 平凡的魔鬼在等待 阿妹 他們都是很會說故事的前輩喔 接下來這也是一個故事 這首歌是阿堅跟莫妮卡 阿堅跟莫妮卡 在北京談起戀愛 兩個人 在北京談戀愛 朋友家初次相見 朋友家初次相見 阿堅心跳很強烈 意見中情 是對莫妮卡的第一印象 兩個人後來碰面 都在朋友的Party 別在乎 阿堅也不知道該了什麼 阿堅飛去了上海 參加朋友的婚禮 趕出兩朵 堅勤跟莫妮卡表達好感 莫妮卡不知所措 只跟阿堅說 只跟阿堅說 我們好朋友 阿堅問他 為何只想跟我 成就到底呢 相信真心 會感動真來的 阿堅和莫妮卡 到底還發生了什麼事情 有些歌很有意思 但他就淹沒在這個 市場的洪流裡頭了 這個時候你要怎麼安慰自己 其實我的歌是不錯的啊 怎麼費這樣去 好吧可能 八字不夠 難怪有那麼多人要改名 有的人還越改越差 莫妮卡生日那天 阿堅用心的準備 畫一幅畫 海裡的牌下 當生日卡片 有的人就會去算一下星座啊 命盤啊 紫薇啦 搞懂 是的 我的命好像就是注定這樣子 所以難怪這種命理界 歷久不衰 不管你是哪一種 東方西方的 因為很多人到最後 只能從那裡找到 答案 或者是理由 或者是藉口 或是安慰自己的方法 阿堅有了 越來越重要的位置 阿堅生日的時候 秋假回到了台北 楊帝相隔 用力卡MSM幫他親身 回北京 的第一天 兩人相約去對血人 不知不覺 成為彼此最想分享的人 也是彼此 最想依靠的人 回北京 的第一天 這個故事呢 長達6分鐘 所以呢 可能是沒有辦法 為大家播 播完的 拍謝拍謝 有興趣的自己早來聽 如果你剛好叫阿堅 你剛好叫莫妮卡 吳白老師當時的專輯是 讓水倒流 前一年看到 知名的 時尚潮流天王級 已經一年早逝的 Virgil 他的朋友 寫了一篇報導 就提到說 難怪當年 某一次的 LV的這個 Fashion Show的 貴賓贈品是一個 LV的鐘 然後是倒轉的 莫非就是在暗示 當時他已經在對抗病毒 對不起 應該說 對抗癌症 他患的是 罕見的心臟癌 他的朋友才恍然大悟 原來我的朋友已經在 對抗病魔這麼久了 所以他時間已經在倒轉 彷彿要回到原點了 是 鳥飛過來 鳥飛過去 看著他追來追去 非常有趣 一個在全球的時裝界 從他自己的 off-white 或是更早的品牌 到LV 創造了藝術潮流的 時尚的結合 許多超級精彩的單品 我有時候在買 他所領軍的 LV的產品的時候 我根本捨不得用 有時候我都覺得 這好像是一個 藝術品收藏品 結果卻這麼年輕就走了 沒怎麼辦呢 我們是不是又要去翻一下 紫薇說他的命盤就是這樣 女人一起走下去 其實聽五百老師 跟China Blue的專輯 真的很有趣 他們有很多梗 你養狗嗎 你養什麼狗呢 你有沒有養過哈士奇呢 有一個團體叫 Husky Rescue 哈士奇救援隊 因為我真的喜歡他們這種 冰冰冷冷很Lofi的風格 就像剛剛五百老師的歌裡面 有那種很Lofi 很復古的音色 咚咚咚這樣子 明明科技這麼發達 卻有那麼多的音樂人 像Alene最近的專輯 也是刻意強調去找了很久以前的樂器 作為了很多 作為了很多 作為了一名 所以說五百分之七 作為了極心 作為了很多 作為了一名 愛是很多 但這裡是酷 中華人的風格 作為了很多 我们的風格 Vent eu是酷 好 作為了一名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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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Sä sanot jotain, sitten pitkään on niin hiljaista Kuunnellaan tulta, ja vain katsellaan sen hehkua Pian on joulu, ja me vietetään se kahdestaan Hei mi ta suota, hei mi ta Guma lista Hilwaan Tina taana anta唱什麼語言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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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迷幻乐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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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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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又回到了 Husky Rescue 雙主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些专辯我真的是巴不得在电台 整张播一遍这样子 实在是没办法 这样大家会不会觉得我们混 又回到了迷幻乐团 这两个团就是我最近听完之后 觉得很好听 所以我已经尽量忍耐了 不然真的可以播很多首的 这些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过我倒是有另外一个谜 它叫迷幻乐团 它叫迷幻乐团 我心中是有一个谜 它的英文名字其实是叫Imagine Dragons Imagine Dragons 应该怎么翻呢 但应该也不会是迷幻吧 迷幻 应该是想象龙 幻想龙 想龙 幻龙 之类的 他们公司翻译了迷幻 迷是菜迷的迷延字编的 好了 anyway 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两个团 希望你们也喜欢 然后找到自己的日常最好的 bayground music 节目最后来听 Mazuka Mazuka有新作品 然后据说这首歌的风格是City Pop 发挥别了准备 男儿和女一听之纠结 奔跑的街 你的雷阵出片为音乐 记得也不想睡 这和你在西口的公园 打开一罐啤酒的清脆 我真以为 看着浪漫世界车上了遍 冷空气清澈了四眼 我也长大了些 爱过的那个理想已不见 最后被谁死眼 突然的发生的那段爱恋 再不是双出演 再不是双出演 只剩我独自穿越 每一个像有红的奈 突然的消失的青春消炎 都留在特别片 长春情在乎一边 在某个七月七日的晴天 说不出的想念 想放松在寂寞的季节 是如何撑下一个交叉 就此告别 跟着浪漫世界重新渐远 冷空气清澈了四眼 我也长大了些 爱过的那个理想已不见 最后被谁死眼 最后被谁死眼 突然的发生的那段爱恋 再不是双出演 只剩我独自穿越 每一个像有红的奈 突然的消失的青春消炎 都留在特别片 让春情在乎一边 在某个七月七日的晴天 突然的发生的你我之间 一定在某条街 又叫做彼此身边 不意外变剧都怎么写 突然的消失的那年夏天 也只是繁华一片 在天空和你之间 还唱着传递不了的喜悦 当字幕单数画面